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来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台湾关系法40周年 下个礼拜一 有一场盛大的AIT的酒会 很多美国的官员到台湾 有人说现在台美关系 是空前最友好的时刻 而且也传出美军 打算进一步在台北 部署爱国者飞弹系统吗 这种这样的说法 还是只是媒体的一个曲解呢 另外中美贸易战 即将达成一个协定 川普接着又准备对欧盟开战 这是给北京一个大好的机会吗 以及北非好几个国家的 强人领袖被赶了下台 会不会引发后续的效应 变成另外一个阿拉伯之春呢 来为您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三位来宾 首先是陆委会前副主委 丹丹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 黄介正 黄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立法院国防与外交委员会 民进党立委蔡时宜 大家好 以及军情与航空网站的总编辑 施孝伟 董刚好 大家好 我们就先在讨论很多 国际的焦点之一 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还是要先聊韩国瑜的旋风 他访问美国 虽然说没有见到很多美国的高官 不过在美国的桥界 引发了旋风 有人说比当年的麻银酒最夯的时候 还要更夯 我们来看参会的画面 不管哪一个人 但是明年的总统 必须要做到这八个字 台湾安全 人民母彩 谁要做到这八个字 就是了不起的总统 要拜托所有的小包 踊跃地回到 我们中华民党台湾 我们勇敢地投出神圳的票 好不好 好 残果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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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1月11号 台湾健 来 韩国瑜登高一呼 明年1月11号台湾健 请问参加来宾 此话怎么解释 你认为2020 他 在他美国行之后 要参选的可能性 又增加了吗 真的会选吗 帮我们举个圈叉 yes or no 结果论 你两位认为不会 我用岔委员认为会 你的原因是 国民党内的小道消息说他要选 国民党里面小道消息 对 这消息来源可靠吗 应该是这样讲啦 我们的理解是 呃 他们现在内部大概在处理一个状况 就是说第一个是 如果是要办初选他不登记啦 对 但是如果没有初选用征召 他就答应啦 嗯 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几个 有意要选的人 现在是有点矛盾嘛 包括朱立伦啦 王金平啦 吴敦毅啦 等等嘛 嗯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有几个人纷纷有表达 愿意能够接受 就国民党内愿意接受 就是征召 韩国瑜 那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朱立伦 上次已经讲过一次了 同意 那吴敦毅后来也表达愿意 那现在就剩下王金平 是 所以我认为如果他们这几个人的 所谓的国民党内的太阳 大概这个部分的意见搞定的话 嗯 看起来我觉得征召 韩国瑜 国民党内应该就是 这个局有可能成就对了 而且以他们现在目前的氛围 或者国民党内部的人 都是认为 韩国瑜是可以慎选的人 所以我的理解是 国民党内部是 拱韩的力量是蛮强的 所以你看这番解读 是来自于绿营的立伟 来自于蓝营的消息 得到的一个说法 大家来做参考 不过刚刚委员特别提到几个人 我们给大家综合一下 的确 吴敦毅他讲的 他没有意愿 那朱立伦呢 这礼拜他只谈妈祖 他不谈其他的 王继平 他到目前为止还说 到时候的选举公报上面 一定会他的名字 他现在还没有要退的意思 那我想请教一下 夏威 因为人家 韩国瑜他自称是令狐冲嘛 他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句话说 说他要选嘛 基本上算是 剑还没有出鞘 也还没拉弓 但太阳逐一 不能说雨落 但是确定不会胆住去路 你怎么看 他算是真的战略高手吗 这样看啦 我个人认为 说真的 就是说他今天 刚选高雄市长 到目前来说 大概就职四个多月嘛 那如果说他今天就是四五个月 然后他马上等于说 就抛下了这个高雄市民 去选总统的话 我个人认为 未来会对国民党 在南部的发展会更不好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事情 还是要从大局来看 如果你今天国民党只是那么急切地想要拿回2020的执政权的话 当然我个人觉得从目前台面上来看 那个韩国瑜绝对是最佳人选 但是首先韩国瑜也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考虑 比如说他自己身体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段时间真的是 有点像是2018年的这个美军一样 有点over-exhaust这种感觉 就超过头了 太过消耗 对 过度的消耗 那这样的这个情况下 你说他的身体还能不能够撑得过 接下来更大的一场选战 那是其一 其二是 其实有时候选举也是一种 他其实是一个契约行为 也就是说今天 如果今天我觉得韩市长 做完了一任 而且他的高雄政绩很好 那我个人认为 如果他现在是连任成功 他要出来选总统的话 我觉得相对来讲正当性会比现在要强很多 因为毕竟如果说你只有选过一届 而且这一届才刚上任不到 那个才五个多月 说真的 你到底能还是不能 还不知道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选贤与能的立场上来看的话 至少你要能够确定他是贤跟能 而且我觉得能又更重要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他四年之内能够把高雄真的做起来 那我觉得2024年 我觉得他都舍我其身 你这一番论述 其实在一个半月前两个月前 也是很多人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他有个契约关系 毕竟选项的事长才刚干没多久 但你看这个半月当中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本来说要选的朱蒂伦 本来被一千万分之一还是会选的 我对你也都说不选了 所以时间一拉长 是会出一些些变化 造成时事逼得他 或是让他有这样选的可能性 慢慢变转变 所以你的说法跟两个月前为财是一样 没有变 我个人是这样看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如果说你今天从整个政治策略来看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要出招 还是他们要看民进党最后会推谁 也就是说今天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今天吴敦毅不选了 然后民进党他内部他到底选不选 也就是说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 最佳策略应该是等民进党 确定是谁出来以后 他们再决定只有谁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好像高了一些 当然也把这句话拿去问了李嘉峰 李嘉峰就回应说 其实呢 韩国瑜当时少讲了一句 1月11号回台湾 票投国民党 他这句话没有说 这是媒体去问李嘉峰的说法嘛 对 但后来其实 韩国瑜这天参会结束之后 隔天人还在美国 随行还是有媒体 媒体又再去问你是韩国瑜 如果你说当时在参会 少说了这么一句 漏说了这么一句 去补 你要随时补都补得回去嘛 第二天韩国瑜受访的时候说 1月11号回台湾头 他也没有说要票投国民党 就是说李嘉峰这个说 他忘记了少了这句话 到了隔天媒体再去问 韩国瑜照样没补上 所以他就是留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吗 老师你怎么看这个 他可以补 但他没有补 对 当然这是留下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不过 韩国瑜讲说 拜托大家1月11号台湾见 大家都知道是票投国民党嘛 我们可以解读成为 就是说 是我讲的当然是投国民党 所以不需要再补那一句 他有没有那么大的谋略 说已经都事前想好了 绝对是每一个字都很精准 我倒觉得未必 尤其是看那种参会的场合 以及他过去的发言 我觉得如果他是平常少言 而且这个每一句话都是非常精准 那我就会觉得 这个他可能是思考过 故意不多讲那一句话 但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他就是 他随性的几率 就我的理解相对比较高 虽然他 你说他不是刻意算的吗 他确实很聪明 但我不觉得他是有阴谋论在背后 我现在感觉不错 这几个理会当中 人家说其实最会精算选举的 吴敦毅 所以他怎么样再算也算 大概自己没机会做king 所以说做个kingmaker 他现在身为党主席 真的要帮王极兵找台阶下 老师认为要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或什么样的机会 我觉得还是两个人要见面 开诚布公的谈 然后不要搞直播 因为这两个人 其实世音也知道 很多政党 尤其是党内的事务 你都把它摊得开直播的话 那基本上所有在被直播的人 基本上讲话 通通都留一半以上 为什么 他要考虑后续效应 所以我觉得以王金平他的圆容 以及他自己对情势的估算 我觉得他不会横财入照 就是说 你觉得他不会 所以他讲说那个选举公报 一定会看到他的名字 我觉得比较不像是我平常说 认识的王院长 认识的王院长 但是我第二天我想一下 万一是副总统名字 好像也在上面吗 有没有 唉呦 这又有一个空间想象了 对啊 教授提出来的 就是说ticket嘛 ticket不是只有一个人 他总统副总统 你提到王院长 其实蔡委员跟王院长也熟 我想要问的就是 王金平他也心知肚明 很多蓝银的支持者 包括这回在桥界 现场就公开喊了 他们是非函不投 过去一些蓝银可能是喊累投票 那个人不是百分之百满意 但这次很多 他们的喊粉就是 除非是喊 要不然他根本是不出来投票 对于这点 可能王金平自己应该也心知肚明 就算即便是票投国民党 可是这个票能不能投得下去 是个问号 王院长他如此的圆融 你认为说他最后会怎么样 就是那一场如果是闭门会议当中 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 不管是说法或者是未来的走的路 会让他满意 其实我觉得这几位候选人 面对的压力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你记不记得朱立伦 最近他也在咖的FB上面 做一些活动嘛 包括王金平 但他们发现他们的回应 都没有预期中的好啦 包括朱立伦 他说他弄一个什么 金门会谈带他来讨论 就下面的留言全部在骂朱立伦 他说是绿移冠票 我不晓得 然后王金平后来在 韩国也不知道讲的是 王金平去跟他打气留言一下 换王金平被骂到臭头 所以他们会发现一个状况 就是有一些网路上的粉丝 是这样的一个支持韩国瑜 去攻击国民党的其他候选人 其实让这几个人我认为啦 都吃到一点点苦头 苦头刺还蛮大的 你说包括吴敦一啊 你如果注意去看那些 韩粉在批判这些人 是骂得比民党骂他们还凶 我觉得是如此 所以在来因心中 如果你真的硬要出来 搞不好会被扣上一个罪人的帽子 所以他们现在大概就这样的氛围 所以我认为就朱立伦啊 王金平啊 吴敦他们几个 事实上他们都是想选总统 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 吴敦一来基隆好几次 来的时候其实他的态度就是 我要选总统的全国巡卫的演讲做什么嘛 包括王金平也是朱立伦也是 可是你们会发现说 他们会发现他们的 网路上的这个声量都拉不起来 就说比起韩国瑜啦 就被韩国瑜压子打就对了 那当然他们在地方主持都很强 他们在地方上的行程啊干什么的 一定会有许多人支持 可是他们看到的是韩国 又不一样的状况 是一对粉丝啊 跟在旁边嘛等等嘛 所以这次我认为他们几个目前 想参选的人一直有很大的压力 就是说想把韩国瑜做掉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他又不能做得太丑陋 你真的如果做得比较硬一点的话 你可能被籃牙的更差 然后呢如果你现在讲 所以为什么朱立宁讲说 你若要征召就征召韩国瑜 他其实这句话是对吴敦一讲的嘛 丢给吴敦一讲的嘛 就说你好啦我也不要 反正拍人力去走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几位候选人都是想选 他们其实都想要办初选 但是重点是他们只好办初选 你下去就会被骂 所以我觉得现在问题是卡在这个地方 我也要跟你请教 因为韩在美国特别喊到 2020定位为中华民国的生死保卫战 有人说这个有一点点是 回应台独工作者赖清德的味道 我觉得他如果讲2020是中华民国生死保卫 我觉得这台其实不错啊 因为他支持九二公司不是吗 就是一国两制 中华民国就不见了啊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主张这个 打到这个对话还不利 不过他居然这样主张 我觉得就民进党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主张 你觉得有没有某种程度上来讲 好像赖清德把韩世为对手 韩信德好像也把赖清德为对手的味道 其实我的观察啦 如果以这件事情来看 当然哪个人要这样做啊 当然啦 就是说我当然挑对方 找最强的对手才能把自己拉起来 这一定的嘛 如果今天韩 赖清德说我的对手叫吴敦义 或者 蛮奇怪的嘛 所以我觉得就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双方要 墊高自己的身价 或者是墊高在党内 成为候选人这样的一个机遇来讲 我觉得 互指对方成为假想敌 我觉得是必然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他们会提出一些口号 我觉得那都先停 因为真的打到选战最后 我大概不晓得这口号会不会继续留着 我是不晓得啦 因为这毕竟是叫双方的竞选总部 只是我看起来目前来讲 他们两个人的认为是最强的就是这两个人 彼此间的看法是如此啦 我认为是这样子 你要打巨人 你才能有机会跟巨人再来投框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反观在绿的部分 绿的部分已经确定初选时辰往后延了 延到5月22号立委初选作业完成以后 这个时间点就让很多地方来讨论了 那蔡的说法是这个初选应该是捍卫执政价值的选择 当然赖的说法就是说对于初选以后 他是深表遗憾 因为终植会已经第二次的修正 第三次的公告了 这样的做法是对民进党有重大的伤害 也看到这几天包括了蔡明宪前国防部的部长等 人对退党或退出短调的运作都有 说这个伤害已经是看得出来的了 所以我先请到三位来宾 今天这两天有个更 觉得有点惊悚的说法 因为柯文哲是用惊悚这两个字 他说目前看起来 因德之争刀刀见骨的情况之下 有个消息传出 蔡英文如果真的初选是输掉 没有办法代表民进党的话 他可能会退党参选 三位认为这个有可能吗 Yes o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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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可能只是一个传说 老师认为不可能的原因是 不可能的原因 在台湾的选举大家都知道 如果没有政党的奥援 没有政党的动员 完全不顾组织战 基本上要选赢很难 比登天还难 另外一个就是 就我目前来看 蔡总统在党内的支持声量 并没有差到他必须要寻求 离开民进党以后 去另外再统估一个支持他的力量 我觉得他必须要 民进党现在需要维持住自己的 这个党自己不要散掉 那个包括 我觉得蔡明宪前部长宣布退党 那基本上已经象征某一种力量 他要寻求党外了 也就是说他脱离了民进党 要去走另外一条路线 在台湾的这个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当中 凡是离开主要政党的好像都没有 都没有再站起来 对 所以如果消息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也吓一大跳 那我的直觉是认为 以战闭合或者是一个比较 强烈的讯息 但并不是真的蔡总统要退党 我觉得不会 不过你看蓝绿这段时间 有人说蓝的部分呢 是想方设法找台阶给一些人下了之后呢 希望拱个民调最高的 那绿的方面看起来好像是 也是想方设法 不过是要把民调最高的给做掉 来 夏伟你看这个是这个说法成立吗 基本上可以是这么说啦 那当然那个赖院长的部分来讲 我个人认为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 那个他们党内深绿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从外观 外界大环境来讲 对于这个对岸或对于华盛顺来说的话 对不对 蔡总统可能是目前两个选项里面 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自从那个赖前院长对不对 表达出要选那个竞选总统之后 其实不管是他还在担任行政院长 或他担任行政院长以后 他有一些在那个政治上的一些重大宣誓 宣誓完之后 AIT马上就跟得出来 我们那个美中之间 那个依法相公报 这样这一话就来repeat 就来自动重复一次 就代表其实我个人认为 美方对如果以现在那个执政党的 那个蔡总统跟赖前院长来看的话 美方相对来说是相当的 对于蔡总统来讲是可以放心的 是放心的 美国相挺然后他有行政资源 对 他也间接的可以影响一些立委的提名 对 所以你认为就算真的展开了民进党内的初选的民调 蔡即便是目前落后 但其实后来的结果是可能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可能不在乎华盛顿的看法啦 我们来看这个赖清德在记者会上面有公开的询问蔡英文 如果你输了 你会不会支持我 有人说这样的书法对于现任元首来讲 是有一点点 直接给他直球K下去 好像没有给一些颜面 蔡委员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因为毕竟你在去年选完的时候 你也是第一个 有对蔡总统讲开一些呼吁的一位 主持人你这样问我 我也蛮难回答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两个人都已经表示 登记了民进党内的初选 那现在其实还是就是延长协调的阶段 那协调最后当然就会看协调的结果怎么样 那如果真的协调的结果是 走路初选民意调查的话 我想两个人如果都登记的话 应该就了解是 因为不可能两个都出现嘛 一定是有一个出现 有一个没有出现 我觉得必然如此是一定是要这样的 对民进党来讲 胜的一方代表民进党 输的一方 灯然在一起来团结整个党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你认为是民调他会做 然后初选会走完 初选 我就看协调的结果怎么 因为协调的过程也有可能 有一个人宣布退选也有可能 这也是协调的结果嘛 或者是协调完之后双方决定 新的搭配方式也不一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协调没有结果的话 那当然是走向初选 你认为协调还有机会吗 因为到目前我们 五人小组的做法是说 延长一个月的协调时间 他们一定是 看到有些许的机会嘛 所以还在协调沟通当中 那我认为说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不要现在就马上指他 行或不行 因为如果我现在就跟他讲不行 那就不用协调了嘛 是 那跟他讲行 那他就问说 你怎么现在没有马上做出来 成绩嘛 所以我觉得就这么我们就静观其变 就是还有四十天的时间 就请民进党内的五人小组 去做双方的沟通跟协调 我认为也许应该会有协调出结果出来 老师刚刚很厉害就说 选举公报上有我 但不一定 总统跟副总统都在公报上面嘛 这等于是一个可能性嘛 那既然老师可以在来一部分 有这样的可能性 帮我们做了一个提出来 那绿营协调 有没有可能性可以协调好 有没有什么关键 我觉得蔡委员刚刚已经暗示了 她说有两种可能嘛 一种就是 就是一个胜另外一个不选嘛 另外一种就是其他的组合 她刚刚已经暗示了 我相信其实我们在媒体中间 大家也看到这些报道 而民进党内呼吁蔡赖配的 声浪一直都存在 那么只是说到目前为止 连五人小组协调都需要花时间 就表示说两个参选人 到目前为止意志都很坚决嘛 但是不要忘记 那未来的40天还有很多变化 包括我们现在还在庆祝或纪念 台湾关系法40周年 所以现任的总统 他本身就有很多媒体的优势 他曝光率会很高 那么再加上这个访客啦 或者是一些这个美国 他还有加分的作用 本来就预计要做的一些 这个再跟台湾 针对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 办理的活动 所以对来讲时间拖长 对蔡总统当然是比较有利 台湾关系法40周年 最近有很多的庆祝活动 包括了下礼拜一 在AIT的新管内湖 有一个盛大的酒会 那我们看到这次派来的层级呢 是美国众议院的前议长莱恩 还有率台到台湾来祝贺 那包括了当然很多的国会的议员 AIT的前后任的主席等等 那有个媒体报导说 在美国国会议长的 这个身份跟等级 在美国是排很前面的 包括了美国的总统 副总统 接下来就算是国会的龙头了 也算是排在第三位 不过他是前众议院的议长 所以请教三位来宾 这一个层级到台湾来 您认为算是象征台美 空前友好的一刻吗 您怎么看 yes or no no yes no 好 我先请教老师好了 因为你有被受邀出席AIT的谢年犯 当时的状况 台北美国商会的谢年犯 商会的 商会的 商会 那么因为每一年 这个台北美国商会 都会有一个谢年犯 这个谢年犯是 我们历任总统都会到场 然后通常过去台北市长也都会去 是 但柯P比较不太走这个路线 那么我自己在现场 那么那一天 谢年犯的那一天早上才确定 民进党的这个初选民调 这些程序延到5月22号立委之后 所以我的感觉上前一天 蔡总统在跟华府视讯会议的时候 我可以看得出她脸色不好看 然后咳嗽很厉害 然后她自己跟在场的观众透过视讯说 她最近话讲太多 那我可以感觉到就是 那个5月22号这个决定之前 的压力多大 那么所以那天我感觉她应该比较轻松 她那天也确实讲 试图讲了一两个笑话 然后脸上的笑容也稍微多一点 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会议变成是很重要 因为每一年这个谢年犯是我们测试 美国有没有派高层级来台湾 我刚刚举No的原因 是因为美国卸任的众议院议长来台湾 Paul Ryan不是第一个吗 以前金契瑞 New Gingrich也来过 所以我才举No 为什么 因为您的问题是空前友好 空前 那么目前来讲 美国对台湾最近好不好 非常好 来的人讲的话 我告诉 还有一些新闻媒体没有报导我所知道的事情 不是只有美国国务院 包括美国其他行政部门 对于我们到访官员礼遇的程度 都高于过去 所以老师律师 因为媒体现在解读说 你来的就是国会 代表说国会的议员是挺台湾 但行政部门 川普政府没那么高调 你是觉得说其实行政部门私底下也是高规格 私底下 规格都蛮好的 有空前的部分 但是不在媒体报导之内 那么现在公开来的还是 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啊 跟去年的也没有差别太大 都是层级 所以比较挑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可以是说 台湾旅行法已经通过一年多了 搞什么东西啊 没有那个特别的层级高的人来 就是国会友好对台湾过了 但你行政部门没有外人 也没有美国高阶将领来台湾公开的 然后陆战队也没有穿战斗服啊 那鹤枪实弹给大家拍照 所以我媒体访问我的时候 我说大家满难过的 就是因为没有新闻爆点 就是他不够juicy 但是我觉得美国他考量很多嘛 我们自己闷心自问 美中贸易战现在谈到最关键的阶段了 然后台湾旅行法已经成为国内法 随时可以用 为什么一定要现在横踩入灶 第三个蓝绿的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初选 都还没有开始 那你现在做很多东西啊 来一个人就变成被解读 马上被解读说你是挺谁 你是挺谁 或者是有见谁 或者讲什么话 所以我觉得美国有多方考量 这个东西不操之在我的 所以这一次团 你不觉得有任何挺菜的讯号 我觉得我经常被问 现在很多韩粉或是蓝营的 只要发觉美国对台湾很好 就认为是挺菜 那我觉得赖清德阵营 可能里面也会有人说 你干嘛这个时候 不要忘记 美国现在要改善跟台湾关系 是跟台湾改善关系 不是要挺哪一个党 所以如果你自己对号入座 认为美国现在改善对台关系 或增加对台军售 就是挺菜 我觉得这个认知完全错误 美国人也不会同意 好 那我们不这样解论的话 那这张照片你觉得 有没有挺一点郭的感觉 那个 这张照片是很大的资源换来的 你说对于郭董来讲 对 所以 加郭董Line好友的都收到这张了 对 那也只有这张可以用啦 我就是问一个就是 有点提外话 你觉得川普心里面 他觉得他跟蔡是比较类似的人 还是跟郭 他比较会挺谁 我觉得川普谁都不会挺 哎哟 我觉得他觉得他自己最厉害 我们OK 对网路都传言嘛 那个 上帝 那个把他左边右边啊 的位置给了欧巴马 给了这个小布希啊 嗯 然后问川普 你在你活在世界上做了什么 嗯 你现在到了天堂了 嗯 然后川普跟他说 你做了我的位置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笑话反映出他的个性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网路笑话 大家很多人看过 川普他不会要挺谁的 他认为都是你们挺我 怎么是我挺你们 OK 对啊 我刚刚蔡委員你觉得牌子 跟两位不太一样 来说一下你还是认为说 是空前的就好 因为 刚刚老师提到 来的人的层级 过去议长也来过 那你觉得现在好的原因是什么 我先讲一下 这张图到底是什么含义啊 嗯 讲悄悄话啊 是告诉他说 这个钱丢得不错 我很满意 还在说 哈哈哈哈 我就回过来讲 就是说 至少我看到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我这几年 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 我们其实看到 嗯 台美间的互动 其实是还蛮 呃 关系还蛮密切的 嗯 那呃 甚至我们之前也看到 美国的AIT 的台北处长 然后跟我们在外交部 一时联合开记者会嘛 以前这种事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嗯 那它象征的 美方跟台湾的支持 事实上是有增加的 那当然就像 如果刚刚老师讲的 包括台旅法的通过啦 等等 那我不要忘了 这个台旅法的通过 事实上涉及到两个部分 第一个当然是国会部门要支持 第二个行政部门要签署嘛 那签署完就是后面的执行等等 如果今天美方对于 台美的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增进 他们是拒绝的话 嗯 或者国会通过之后 可能美方 可能总统就直接 赴议案 没有签 有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国会议员 包括美国的行政部门 其实关系是逐步在增加的 不要 那很多人当然就讲说 这个好到什么地步 我说盗牧全职好再怎么好 不会好过有邦交的事后 这是事实状态嘛 今天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 没有邦交的正常 台美没有正式邦交的正常上 能够打出一条 感觉很不错的道路出来 那这容不容易 说实话是不容易的啦 因为毕竟 美国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有正式的邦交关系 在现在的状况之下 有人提待说 有没有可能台美关系好到 可以建交等等的 那这个压力当然就在美国身上 那我认为在19 那时候民国几年 1979年那时候做不到 在现在能不能做到 我觉得这也是很困难的一些 我老实讲 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如何加强台美的关系 至少我们这几年看到 事实上是有在增温啦 而这样的过程当中 也让台湾人 有感受到美国 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那不要忘了齁 台湾最大的威胁 当然来自于中国啦 中国到今天为止 不论是文攻或武嚇或干嘛 没有再进一步的行动 其实背后还是美国的支持啦 今天只要美国 像刚才试一下 美国说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挺台湾了 第二天中国军队都开过了 不用理由了嘛 我居然不用担心 美国的态度的话 我对中国来讲 他打台湾是 他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悬念的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到目前为止 台湾的安全自由 一定程度有保障 除了我们自己也很努力之外 一定程度美国的支持 是一个现实状态嘛 否则包括我们的武器采购啦 等等的 事实上都是透过对美的军手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 原因是 我最近在国会听到有一群 反对党的议员说 为什么老师跟美国买军火 为什么不跟其他国家买军火 我听完之后 我很想跟他说 那你介绍一个国家给国防部 看哪个国家敢卖好了 搞不清楚国际局势 然后讲一堆奇奇怪怪的话 这样的国会议员其实也是一大堆啊 等一下可以再跟委员来就交 那跟美国买武器买比较贵的部分 那老师你还要补充 对 为什么 因为永康你刚问的那个问题 已经持续了很久了 对 就是 我们的前任的总统都有讲过 现在是美台关系最好的时候 阿扁总统在纽约 他的顺和游和 然后去接受人前奖颁奖 然后 对不对 而且发表演说 到华尔街去那按铃 开市 那空前啊 是不是最好的时候是 可是后面入联公投会来 然后就美国总统转向 马总统的时候说我拨乱反正 我要跟美国重建互信 然后变成说 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 那最后还去就是重杀 然后去太平岛 美国气死了 美国叫他不要去 他认为我就是要去 所以 所以我为什么 我自己可能是因为外交官出身 所以我最怕就是 总统讲说我们现在关系最好 因为后面我就要准备 万一有矿的时候怎么办 不过蔡总统目前第一人来讲 在美国的眼中确实是 都在美国意料当中 对 没有出太多接 那倒是 对不对 好 老师在你的脸书上面列了一个关系 美国正向挺台的一些讯息 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 包括了台美关系是北京最在意的 所以美国对台湾发了很多正向的讯息 我想第二点的部分要特别请教一下夏威 因为 老师认为说 印太地区在对局当中 现在 因为 川普把中国大陆视为是首要的战略敌手 在这样的语异情况之下 已经把台湾纳入了自由印太的战略框架当中 你觉得是如此吗 应该这样讲 其实美国整个印太战略 我个人观察到现在 我还是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对抗的 或说它并不是一个对抗的战略 相对来说它是比较 一个比较竞争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 你看不出来 美国要在印太地区 建立一个类似像过去北约跟华约那样 彼此相互对峙的一个情势 而且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 它现在基本上来说 是在同一个世界的体系里面 过去我们听到 有听过美苏贸易大战吗 没有 它完全就是在军事对抗上面 然后来进行一个大的对抗 然后彼此在之间 然后透过各种代理人的战争 在世界各地 然后点火 然后放火 但是你可以看到 美国跟大陆之间 当然除了一个引爆点 可能在台湾海峡之外 除此之外 基本上来讲 美国跟大陆之间 在这个世界上来说 是在同一个体系里面 大家都是在世贸架构底下 为了钱来做努力 中国大陆希望能够给他人民更好的生活 同样美国也是 美国发动贸易战争 就是因为而认为 中国大陆它有太多的这个贸易上的不平等 让美国没有办法去赚 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的这个成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现在那个变成这样 但是整体来说 整个印太大战略底下 我个人看不出有那种类似像 过去华约跟北约那样 对抗的情势升高 完全没有 看不到 那当然你说 两边之间是不是有在这种安全 或说是这个区域议题上面有相抵触 我个人当然认为是绝对是有的啦 因为毕竟就是说 美国在公海自由航行权 以及南海等等 这一系列的这个区域的这个事件上面来说 跟中国大陆的看法绝对是相左 那但是你说 双方会不会演变到一个热战的这个阶段 那我个人看 短期之内应该还不至于 但是美国会透过 强化跟区域之间盟邦的关系 然后让这样一个 类似像软围堵 或是一个软的一个 或是一个准军事联盟 逐渐的这个行程 这个我个人认为 方向是会这样子走 但是你说 这个即便这个行程 是不是一定针对 中国大陆要跟他进行热对抗 这我并不是这么认为 强化盟邦之间的关系 包括了在军事很多战略上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其实的确在 川普上台之后 很多军售案是注意在批 但是有人说口会实不至 因为卖给我们的东西 都比别人贵很多 包括了军机财购部分 你觉得真的是买贵吗 其实这个部分来说 我并不认为是真的买贵 相对来说 其实从过去到现在 有人说买贵了快三倍 其实没有 因为当然这个东西 跟你当初的新闻来源等等来看 你现在比如说 以包括F16B这个案子来看 那当然我方会提出 可能这个预算规模 但实际上我们如果说 从各种的这个 比较实际的这个角度来看 首先我们过去买F16AB 虽然说号称你要算出来的话 大概一架是三千多万美元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那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以通货膨胀率来说 十年通货膨胀大概是百分之百嘛 对不对 你知道这个二十几年下来 你说三千万六千万涨到九千 甚至接近一亿 这个都合理 但问题是你可以看到 我所得到的讯息是 我如果成功跟美国买F16V 就BLOCK 70 72战机的话 它的售价不会高于现在对于 美国卖给80的售价 为什么 第一80才买了19架 对不对 19架20架 我们要66架 我们的需求量三倍 那是第一 第二是 这个东西 说实在话 这个F16V的这个 我们大陆话叫 那个知识产权嘛 是不是 这个知识 智慧这个产权 基本上是属于我方的 因为当时我们花钱 把这个案子给做出来了 这个虽然说 这后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 但是至少你F16V的智慧产权 是属于台湾的 所以你 我们跟任何国家来买的话 我们不用去多付这个钱 至少这个钱 那个就研发费是省下来的 然后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现有的这个F16V 你买军机都是 我们知道数量的话 绝对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售价 我们刚刚已经讲 你既然买的比80多 所以你在怎么样 都不可能高过80的价格 所以以国防部 他现在所列的这个 那个匡列这个预算来说的话 有一点我个人认为 比较合理的说法就是 除了买飞机之外 另外跟飞机搭配的 相关的一些空地 弹药等等 他又把这个钱都算进去了 否则的话 不应该会 不应该会有这样一个情况 性向的部分 我相信蔡委員应该非常熟悉 至于毕竟他在立法院的外交国防委员会 等一下回来请教他 还记得上个礼拜的话题当中 我们讨论到了 《时代》杂志这篇报道说 因为美中贸易呢 即将达成协定 之前说好要 这个对台的军售案 已经慢慢成型了 但现在可能要被搁置 尤其在军机采购的部分 虽然国防部发了消息说 这个报道不实 只可惜 台湾NCC是罚不到Times的 但是国防部的说法 您相不相信呢 今天刚好我们立法院的外交 国防委员会的蔡委员在这边 就你所知 是会延后还是怎么样 没有啦 因为他首先我们把 那个发酵素给他 需求素给他之后 美方会经过一个程序 我记得好像是120天左右 所以照商算起来 大概就是 四个月到五个月嘛 所以大概他们算起来 本来大概就到八九月以后的事情 那我认为这个东西跟 美中的贸易谈判 你说硬要把它绑在一起 除非是现阶段 美国已经准备宣布 对台出售F16V 那刚好卡到美中贸易谈判 很紧锣密鼓的时候 那也许有可能有点影响 但是我们按照目前看起来 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 应该最近这两三个月 也许就会出现了 所以F16V 按照目前的行政流程看起来 他会在美中贸易段 告一个转落之后 才会开始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行政程序 才会到这个阶段 所以我认为TIME杂志这样写 除非他们是认为 美中贸易段的这样的一个谈判 会一直僵在那边 没有解决 那进而可能影响到 否则按照行政流程来讲 这两个流程其实是有点落差的 是 因为川普说贸易在大概是四周嘛 对啊 然后你说行政流程 均收完是120天 本来就不一样 对本来所以还有一个流程 而且美方会同意台湾 提这样的一个需求输出来 事实上是我的理解 是双方已经是谈好的一个程序 已经谈好这样的程序 所以做这个事情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F16V的这样的一个原始的开发 台湾是有参与的 所以包括 我记得没错 巴林或其他国家购买的F16V 事实上台湾有拿到全疫情嘛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个好事情 所以说 我们自己 投入研发F16V 再增加F16V的战斗机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我认为美方不准许 就是不同意的几率很低的原因是 因为我认为 台湾现在就有F16V战斗机了 我只是要增加我的数量嘛 如果今天是台湾 是像美国说我要F345B 然后这个被擱置 我觉得这很合理 为什么 因为对美国来讲 我迈给你F35B 对中国的充填跟压力 可是新的技术 是更大的 所以我认为就以F16V来讲 他不违反817公报 对 以F16V来讲 我觉得对于美方 两边的关系 我认为在美国来讲 我认为他是可以 美国是认为他可以 承担中国的压力 那这报道是因为 这17点是有话题 所以做的报道 那这样就增加销量了 老师你在旁边看 一直保持微笑 对 你看旁边一直保持微笑 我讲两个观点 两个观点 第一个 我学生问我的时候 我说 如果 说是不是我们F16V 被拿来当作筹码 然后现在美国 丢弃了这个筹码 我跟学生说 飞机不是筹码 决定的时间点才是筹码 而这个时间点 又因为美国正常跨部会 审议程序 本来 就刚刚蔡委员讲的 它本来就应该 发生在美中贸易谈判有结果之后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话 并没有因为中国大陆的因素 所以故意延后 它本来行政就要走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 刚刚蔡委员也稍微暗示了一下了 我通知中国大陆说 我这个决定会延后 其实另外一个意涵就是 我告诉你我要卖了 我只是要等那个 跟你贸易谈完了 我才决定 所以另外一个没有讲的那个意涵 就是 趕快签了啦 我会同意 我会同意台湾的需求 而且你要跟我签美中贸易协定 最好在这之前我们就搞定 要不是到时候 我要卖给台湾 你就签不下去大家都难看 那至于说 刚刚那个委员讲的是说 双方已经谈好 那个是在我的想像当中 但是因为我不是委员 听不到机密报告 所以我无法证实 但是我的推论逻辑 就走这个程序 包括美方的发言的态度 我感觉是蔡委员刚刚讲的那个 被没有故意延后 但媒体爆出来 是不是有故意炮倒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新闻 这是美军 允诺雷神签订2.8亿元的合约 在台湾设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 其实爱国者飞弹系统 在台湾已经早就有了 但是媒体这次 特别揭露这样的一个讯息 然后 中华民国的空军司令部 也做了一个回应 大家看一下这文字上面怎么讲的 他说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 相关的合约管理跟技术服务等 事宜由美国的政府 专案办公室负责 媒体报道 爱国者飞弹系统 新的合约 是美国政府为了落实 专案管理执行所办理的 专案管理招标公告 并不是空军司令部 购买新系统的合约 中文都看得懂 但是下午也帮我们做个解释 好不好 还是有点 在讲什么 很简单 其实就是总数量没有增加 但是怎么样 就是它帮你现有的爱国者飞弹 做一些必要性的维修 还有些可能是会有一些性能提升 最主要可能就是一个软体更新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以这种现代化的武器来讲 它的服役其实很长 但是因为它会为了要针对不同的威胁 或者说可能在运作的过程中 有些新的问题 软体需要修正 各位用智慧型手机 是不是三不五十 你用了同一个APP 它会告诉你说 新的更新 你要来更新一下 在我们现在 我们大家在那个手机APP更新 它是不跟你收钱的 但是在武器上 你做一个那个系统的那个更新 或者说就是像这样一个系统更新的话 它是要收钱的 而且我可以跟各位保证 它收得非常的贵 也就是一点都不便宜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看它今天这个2.8亿 说真的 这2.8亿如果你折算美金来看 它能买几颗飞弹啊 它其实根本 连爱国者那个飞弹都买不到几颗啊 所以你说它是真的来部署一个新系统 所以就完全不是了 就代表是它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纯粹 我们讲这样 maintenance或是upgrade系统 system upgrade这样一个预算 但是就是说以美国来说 它其实 他们现在 就是说我们在 这几年的这个军售的这个方式来说 跟过去比较不一样 就是它现在就变成说是 欧巴马政府时期 他是把很多的这个小包 包成一个大包 然后一次丢出来 然后一次丢出来 那当然前后也没丢几包了 那现在换成这个川普政府以后 它基本上是把台美军售之间的这个所有过程 把一个常态化 就是它每有一个新的东西 或说要通过一个新的销售案 它就把它定时公布 或定期公布 或者说有东西它就公布 反而它有它就公布 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 每一包的这个 每一个合约的大小 不会像过去一次出来一个大的一个合约 相对 而且也对我们来讲 比较能够符合我们实际的需求 但是我看不懂 因为这两天的新闻 你刚刚讲到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系统upgrade更新 也不可能增加新的数量 就它的 钱的金额来看 对 那台湾媒体爆成是 美军即将在台北部署新的 爱国者飞弹系统 这怎么落差会这么大 好 我们不知道嘛 报纸或说媒体不可能没有立场 事实上台湾就有一些媒体 基本上来讲 它碰到这一类的新闻 它就会把它刻意的强化处理 甚至可能原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它又要把它就是做成好像是那个样子 那其实不管是 就是说应该说是各种媒体 不同的立场 媒体机构效应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就是你说媒体机构效应 其实OK 非常非常的诚实的说 It's not something big deal It's not something big deal 但是对某些的媒体来说 这个就是美国具体挺台的象征 他一定要把它强化 让他的这个支持者 或者说他的读者 来读到这样一个讯息 不过因为这个讯息出来之后 也特别查了一下 其实台湾现在的防空导弹 大概6000枚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防空飞弹 6000枚 对 它总数有这么多 但不是每一颗都能够拿来打 这个弹道飞弹 也就是说 你今天真的能够打弹道飞弹的 其实还是只有I-2 I-3 三套的那个爱国者2 跟爱国者3 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2 跟未来的天空3 有这样一个能力而已 这样的密度是全世界最高的 这个密度当然全世界最高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它这个6000枚 它是把所有我们 包括像这个爱国者 攻2攻3 全部算在一起了 然后包括海军的标2 然后空军的一些那个近程的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包括 具有反弹道飞弹能力的 然后长程的 中程的 短程的 然后甚至于点防空的 通通加总在一起 有7000枚 对 但不代表你所有的都是一样大颗的 好 所以说能够拦到多少 大概是两颗拦一颗 对不对 以拦截弹道飞弹来讲 它的这个 执行作战方式是两颗拦一颗 所以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面对这个攻击军 以目前来说 拥有大概1200枚左右的 这个短程低对低弹道飞弹 那我们其实需要2400枚的爱国者 加上攻3攻2 才有办法全部的综合它 我记得我11年前 那时候去弹道飞弹防御局 在那个Corrado Spring的 那个彼得森空军基地 弹道飞弹防御局的这个人就说 它你们面对这个状况 是一个很简单的 大规模毁灭性攻击 没有任何的弹道飞弹防御系统 防得住 你们唯一能够做的是 跟对方达成政治协定 达成政治协定 也剩余部署更多的飞弹 不过说到飞弹 知道北京特别飞弹是蛮感冒的 尤其像在南韩的萨德系统 其实就已经让北京非常感冒了 老师你觉得在朝鲜半岛 已经去于和谈的情况的氛围之下 美军是否在太平洋这一半西半边这边 要找一个他自己展示的地方 会不会选择到台湾 简答不会 简答不会 不会 因为那个动摇了美中关系的基础 对 就全部破局了 那这个是美国目前他 不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 都无法承担的一个大的赌博 那深论的话呢 现在基本上来讲 为什么这个朝鲜半岛 不管局势怎么样演变 萨德系统是另外一个issue 今天萨德系统北京之所以反对 不是 是因为萨德系统所联合配属的 那个搜索雷达 他已经可以看到北京 差不多中国的东北跟北部地区 大部分 只要有发射弹道飞弹 他就可以掌握 也就是说我虽然布了一个 反弹道飞弹系统是在南韩 说是要防北韩的弹道飞弹 实际上他眼睛可以看到大陆好大一块 还有甚至于俄罗斯 对 而且他的那个雷达系统 看的是比我们新竹那个看的 要更紧密 因为他是弹道飞弹防御的雷达 所以他看得更精准 北京在意的是这个 而不是萨德系统本身的那个拦截的 那个不叫飞弹 就是一个拦截器打上去 那美军会不会 美国会不会因为在朝鲜半岛 开始慢慢慢慢可能要撤 要撤 就会要选择另外一个基点 我觉得如果我们假设到一万倍 有这个想法的话 我相信美国很多人去 思考越南的程度会远高于台北 台湾 越南的原因是 中越关系 还有中南半岛 另外越南其实在印太来讲 越南应该是中心点 对 过去我们讲西太平洋的中心位置是台湾 可是整个印度太平洋的中心位置 不是南海就是越南 我想想蔡委员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当中 有没有台美军事交流上面更具体一些 在今年或明年度可能会有一些做法 应该这样讲 对我们来讲 台湾的军方年度演习是汉光演习 那汉光演习的部分 美方例行性会有相关的官员过来 那我所理解到是下个礼拜四 美方的军事顾问团就会来台湾 那当然是 正法你也都有 对对对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军事顾问团里面 我所理解好像是 这一次好像是一样是 退役的上将带队的 我记得是这样子 那当然他来一定美方的相关的人员都会跟着过来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们其实有部队到美国去受训 包括陆军的部队 其实开始有小批量的到美国去受训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加强台美的军事合作的一个部分 那包括我们的所谓的军医团也有去受训等等 那我应该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台美的军事交流的密切大概就卡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AIT在台湾的军事联络员 那这上次美国AIT自己公布他们有分什么什么 他有几个军事联络馆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的一个长期的交往跟互动 那美方的太平洋司令部那边定期有邀请我们方的军事将领到美国去夏威夷那边去做访问 那这样的访问其实是蛮密切的啦 那我觉得最重要 现在未来要做另外一件事 我们可以直接跟华府的军事互动能不能更加的密切 比如说我记得没说我们的三军司令都有到华府的去 那未来我们的参谋总长以及我们的国王部部长 我记得参谋总长好像有去好像是国王部长现在还不能去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层级能够再加强 那其实我们这几次像在我在询问台美公和会议的时候 其实就有讨论到说台湾的国王部长要不要带队去参与 那一个关键不是去开那个会 重点是借着这个会去正式的访问华府 那也许我觉得今年度的几率又会比去年度更高啦 好 等一下回来聊相关的话题的说到战争 贸易战也是一种另外类型的战争 那中美贸易战要达成协定的同时 现在看起来川普又另辟战场对欧盟开战 回来聊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又开始fire 不是开除别人是要开战 我们看美中贸易即将达成协定的时刻 传出又对于欧盟要开征110亿美元的产品的关税 当中牵扯到很多是Airbus相关的 那WTO发现欧盟对于空中巴士的补贴 对于美国造成负面的影响 现在川普就打算要对于110亿美元的欧盟商品 展开加征关税 当然欧盟方面也立刻做了一个清单 说你要对我加征关税 我接下来可能也会回敬金额是200亿欧元 所以看起来在美中贸易战缓和的同时 美国对于欧盟又有新的战场准备要开辟了 先请教一下夏威 你觉得川普是因为之前跟美金谈判的这一年过程当中吃了点甜头 现在开始食材滋味吗 其实不是欸 你从川普这个人的这个作为你就知道 他的目的就是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当然从以美国人现在生活来讲 那我去年那个夏天去了一趟夏威夷 待了两个礼拜 可以非常深切地感受 美国民众对于就是中国大陆在贸易上面所占的优势 对他们的生活 其实产生了各个层面的冲击跟影响 你去还是夏威夷 你去美国中西部可能感觉更加强 对对对 那是一定的啦 但是你说对于那个川普来说 他其实在竞选的过程之中 他就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已经讲过了 这些他一个一个来这个 一个接着一个来对付嘛 那你看现在那个大陆的部分 他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就是欧盟了嘛 那今天川普这个人呢 这个美国总统说真的 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政府 对川普总统这么地表达善意 我真的其实是非常非常担心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看到川普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接着一个背弃跟 或者说是糟蹋他的盟友 这个情况也真的是还蛮明显的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 包括在这个叙利亚说走就走 甚至于阿富汗要那个说走就走 然后对这些主要的这个欧盟 这些盟邦说翻脸就翻脸 这个我真的觉得如果哪一天 这个如果大陆跟美国之间 在某些奇异的这个战略议题上 或者说贸易议题上 获得了重大的进展的时候 那川普会不会把我们一脚踹开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不是没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刚刚讲到 好 话题讲回来就是 川普在他整个竞选过程中 他其实就已经讲清楚了 我未来就是要对这些人 一个接着一个开刀 所以你把川普的这个作为 对照他之前竞选的过程 你就发现一点都不奇怪 他其实就是要让美国的产品 重新在世界上更有竞争力 而且甚至于某种程度来说 是利用美国的现有的国家的力量 去让他在世界上占有更高的这个占有率 或甚至于他要去打破 他心中所认为的不平等贸易 所以有人之前在讲说 川普是东开枪西开枪 做事政策没有逻辑可言 但你现在去看到当家两年半以后 去检视他所做所为 好像又有脉络可去 都是一步一步有节奏在做的 不过我想问一下委员 那接下来美欧的贸易战 又要开大了吗 会真的打下去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这条新闻是关键的 就是说川普拿这条新闻来讲 他其实这只是一个影子 就是说他借着这个 空八的这个补贴方案来批评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全世界民传 就是波音跟空八这两家而已 所以尤其是波音最近这几年 那几个暗示不大好 737最近Max有问题 把空八的这个市占率再提升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 维护波音公司在全球的市场 其实就不要看这个商业行为 其实他一定程度的 也是国家力量在背后支持 那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 中国政府 中国总理他到了这个欧洲 欧盟就是他签了一个很大的 空八的合约 我记得没错 最近这一次 那为什么 他其实就是要加强 中国跟欧盟的经济互动 那对美国来讲 他当然会觉得说 这样他会有压力 那他处理完中国的问题之后 他另外一个就是要处理掉一个欧盟 他认为欧盟在占美国过去太多的便宜 尤其让他抓到一个小辫子说 原来欧盟还对空八有 空八补贴 我当然 其实美国自己对波音也有一些相对性的补贴 其实也有啦 就是说 但是他的补贴的方法 应该跟他的补贴方法不大一样 就是说 应该可以说 美国对波音的补贴 可能第一个 他可能用军事上的订单给他 或者他补贴他的研发费用 那我了解好像欧盟对空八的补贴 好像不是这样子 是商业性的补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让美国抓到辫子 就是说所以他要对 你这件事情 要对欧盟来看 但其实这只是其中之一耶 他们在其他的 上次我们若记得没错 包括北约的 防务的军事负担的比例的部分 美国也一直觉得他负担太多了 他会觉得说 你北约自己的国家 自己付这么少钱 就想得到我美国的支持 你之前有约定 你两%都没拉到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让 川普在很多的政策上面 对欧盟开刀 那 不要忘了就是说 在经济上 我只要能够打击欧盟的话 对于美国 至少川普的认为是如此 对美国来讲 美国的经贸的成长 可能就会再次的提升 我知道他的观点是这样子 所以他当然对中国下手 对欧盟下手 我觉得这是非常自然 而且正常的一个行为 不过老师 大陆跟欧盟背景又不一样 那个经济规模也不一样 你觉得川普现在对欧盟这样直接 110亿美元要加征关税 对美国来讲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因为欧盟跟美国比较接近 欧洲有很多美国的盟邦 包括北约国家 所以美国跟欧盟会员国加上英国 它中间所重叠的共同的利益 远高于或是价值观 远高于美国跟中国大陆 所以欧盟不是修正主义强权 欧盟的经济规模也没有办法 跟中国大陆来比 我觉得刚刚两位讲的没有错 其实真正的关键呢 你不管是空发了 或者是说 现在解决了中美贸易战 我现在要来找欧盟 其实真正的关键就是 校伟兄刚刚讲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川普从竞选一直到现在 他对于竞选承诺 尤其是你们 好像非常言而有信的人 他是我们有记忆可及 最直接全面实现他竞选承诺的 在美国总统 对 包括盖墙壁 都要美军去盖墙壁 他就是要实现他竞选的诺言 然后各位观众朋友 3月29号是青年节 其实那一天 川普总统跑去底特律 已经展开他的连任的第一场演说了 所以开战 所以我觉得对空八的这一个推文 跟宣称要跟欧盟继续针对贸易战 中间其实 我不敢说他是忽悠大家 或者是骗人 或者是打甲球 但是跟选举有关 他必须要在美国2020年11月的 中总选举以前 他要把他的竞选诺言都兑现 把贸易平衡过来 用各种手段去实现 不让 不管是盟国还是敌人 都不可以占美国便宜 的这一个精神主軸 他要把它打出来 他展开连任的时候 他就要塑形一个 造成美国经济不好的一个 一个假想的一根对手 那现在中国跟 中国北京跟近代美国 已经要达成一个行列情况之下 连任制度他还是要话题 欧盟会是他接下来的话题 我们来看在这段时间呢 其实在之前 习近平去了欧洲一趟之后 紧接着李克强 中国国务院的总理也去了 那现在呢 还发表了一个 中国跟欧盟之间的联合声明 当中有几点 特别对于智慧权的保护 落实执法方面呢 北京也同意 那欧洲企业将有平等的对待 中方不会强迫 强迫着企业分享敏感的技术 也就是我们之前在美中贸易当中 谈到很多的技术转移的部分呢 北京也是欣然同意 所以这两点可能是 之前大家对于说 北京如果有让步的话 是这一部分让的比较多 所以看得出来 在美国对于欧盟要出手的同时 北京跟欧盟 欧盟开始有些联合的动作 所以把它解读成为 中欧联手抗美 夏伟这个说法也不为过 但是我觉得中欧之间 毕竟跟就是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它们之间的奇异性没有那么大 也就是说相对来讲 我个人会认为 就是说相对来讲 欧洲跟美国之间 它对于就是 中共政权这个部分来说 它比较没有那么大的 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反制 就是说你美国来说 美国其实当然 美国这个政府 它基本上是一个反共的政府 你从美国的这个1950年到现在 基本上来说它对共产政权 它相对来说就有一个好像 它一面对共产政权的时候 它就有一根天线会 就开始亮起来 然后它整个神经 或什么它就会 就会相对来说是 进入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备战状态 但是大陆跟欧洲之间呢 相对来说那种 意识形态的冲突性 没有那么强 但是大陆它近年来 自从再一路提出来以后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这个 不管是陆上的 海上的这两条路 都是指向欧洲 所以指向欧洲 我个人觉得 大陆是希望能够跟欧洲 建立一个更大的合作 跟那个就是彼此互惠的 这样一个空间 跟可能性 而跟美国来说是完全 相对来讲是不太一样的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未来中国大陆 为了要能够为它多余的 不管是资金也好 或说是人力 或说产能 要寻找出口的话 欧洲会是 是它甚至于整个未来的 欧洲跟非洲的 这样一个大陆 会是它一个非常 要去大幅努力的一个方向 因为它发现 基本上往东边走 美国已经在那个地方 美国控制了 大西洋跟太平洋 然后这个 大西洋是美国 加后面的这个小食堂 太平洋是美国前面的这个湖 中国大陆无法踏足在内 也没有办法撼动 美国在这个区域的这个优势 但它能够做的 是透过一带一路 去找欧洲 去找非洲 那中国大陆在对这些地方 它又没有所谓的 这种领土上的这个意图 纯粹是一个商业上的 一个互惠的往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并不觉得 中国大陆会跟欧洲 来进行一个 对美国的联合对抗 但是呢 相对来说 这个未来 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发展 不 中国大陆跟欧洲之间的发展 会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但是 中国大陆想要到欧洲 去进行一个类似像 联手抗美这个东西 我并不认为 它进行得非常顺利 因为有的国家接受 有的国家不接受 譬如说 你看像意大利 接受了它这个一带一路 但是法国 德国 他们都还是要表示 我们还要再考虑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 后面还蛮有 蛮有观察的空间 值得做观察啦 不过现在对于美国 对于川普政府来讲 中国绝对是美国最大的一个依序 包括黄菲欧即将 马上就要去中央美洲访问 所有话题 还是围绕着北京的话题 那 我补充说明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里面 还是考虑到贸易的成分 就是说 今天中国跟欧洲这些国家之间 我们不要看整个欧 我们就看个别国家的贸易往来 到底是谁顺差 谁逆差 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每个国家都希望我多买点产品 到你的国家去嘛 那我至少理解像德国啦 法国啦 他们可能在对中国的贸易上 也许现在是顺差的 那他们就希望可以增加多一点的中国市场 那对中国政府他就要思考说 我让你这些国家继续享有 对中国的顺差 我能不能得到什么东西 那过往他们是希望 你提供有顺差的同时 你必须要提供我专业技术 就是之前讲的那一条 可是 美国在这边开始开了第一枪反对之后 事实上他会认为 因为这时候 当美国跟中国签好这样的一个协定之后 这样的协定自然而然会 会触及到欧洲的其他国家会比招办理 所以我认为他会提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已经大概 大概是跟美国已经谈好的部分 他就是借花献佛 在中国的坦州我也说 我也可以来一并做这个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那他跟这些国家之间的 两边的贸易的往来 我觉得还要再观察说 更紧密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之后 会不会造成有某些国家 产生巨大的贸易的逆差 或者贸易的顺杂 我认为如果出现的话 就会产生下一波冲突 因为现阶段 美国跟中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卡在这个地方 嗯 其实这个同理 包括在很多 欧盟的成员国 刚刚开始加入欧盟的时候 本来就因为各国的体制不一样 造成的 刚才我有提到 类似的一样一个状况 我们做后续的观察 等一下回来带你看看的是 在北非最近真的还蛮乱的 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 长期执政 但最近都突然 被逼下台 或者是自己要把位置让出来 有人说这可能会 兴起另外一波的 阿拉伯之春吗 我来讨论 在过去我们看到 美国经常把一些 强人领导 这些政治人物呢 把他形容成是 十恶不赦的坏人 像是海山 像是格拉肺 就是他们造成了很多 动荡不安 但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是 当这些强人倒下来了 或者是挂掉了之后 反而北非或当地 会变得更加的动荡 我们来看包括了最近 利比亚事情蛮多 因为在格拉肺下台之后呢 变成是当地军阀割据的状况 联合国曾经在之前 调停签署的和平协议 也承认民族团体政府 是过度的一个政权 但是当地的军阀之一 哈夫塔 他不满这个联合国的一个谈判 是以肃清圣诞市为名 发兵 他呢空袭了首都迪迪波里 造成了最近47个人死亡 181个人受伤 先请到老师回到我刚才提到了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 利比亚到叙利亚 美国干涉过的这些国家或地方 都动荡不安 是因为美国干涉 他们后来动荡不安 还是因为他们动荡不安 所以美国去干涉 谁为因谁为果 两个都有 都有 但是他归因于一个 早期来讲的话是资源 再说明白一点是石油 石油 那么所以 美国自己内部 每一次对于要不要出兵 或者是在国会争吵的时候 就会有一批人说 你这个出兵 完全是为了商业利益 或者是能源为了石油 所以它是一个不正义的战争 所以它是一个不正义的战争 然后另外一批 就认为美国利益 必须要受到保护 那么当然美国 确实也做了这些事情 很吊诡的就是 美国只要有进去参与过的 都不太容易结案 对 都不太容易结案 那就会持续的闹下去 持续闹下去 如果我们很厉害的 有阴谋论会说 这是美国设计好的 它就是让你一直有在内部的 各种不同派系 或者是党派的对立 因为你们这样 所以我美国可以占到更多的便宜 包括卖武器 对 如果没有阴谋论的话 那其实就是美国自己 对于那个区域 它本身来讲 除了保护它的石油能源利益 或者是地缘战略利益以外 它自己的实际上愿意 用美国的力量去把那个地方 做好新的治理模式 然后真正好心的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领导国家 去把那个区域长期稳定下来 其实美国兴趣也不高 操作能力也大有问题 兴趣不高 操作能力不足 我记得海珊当时 铜箱被拉下来 后来他挂掉之后 美国就是协助当地成立的 过渡的民主政府 然后后来这个也是很多 不断的不同的派系 如续发生的纠纷跟内战 我想请教一下校尾 从军事专家角度来看 美国到底是怎么样 才符合它的国家的意义 是中东这地方完全都和平 因为美国都希望 他的口号都喊说 世界要和平 要为国和平 要peace talk 但后来看到的都是乱 你觉得哪个比较符合美国 国家利益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你从美国的这个 外交政策来讲 它其实是很多的这种 不同的思维的一个综合体 它有保守主义 它有现实主义 那它其实也有理想主义 各种的这个成分 都综合在里面 那当然还是跟他当时的这个 这个执政的这个 那个政党的那个总统 关系会最大 那这些总统 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说真的 到底有没有收到一个 全方位的一个资讯的获得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政府 都没有办法 能够达到这一面 这个面向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今天 或者你可以用一个 上有耗着 下有盛烟 来这样形容的话 也就是说今天 我们以2003年 第二次博安战争 来看好了 大家都知道 小不惜就是想把 海山拉下来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自然美国所有这个 那个相关的这个国安会 或什么的情报机构 所获得这个资讯 一定都是要不利于海山的嘛 对不对 那如果利于海山的 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 上到一半就说 这个总统可能不喜欢 这个东西就不见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美国是不是真心的 是希望这个世界会乱 或真心的希望这个世界会好 在他们在出兵之前 他们的心里 一定是这样认定 海山是独裁的 海山是破坏区域和平的 海山是怎么样的 就是所有 他可能会把所有那种 Bad的那种概念 对不对 通通放到海山的这个身上 然后好 这个上下众志成城 那个做成一个决心之后 去攻打这个伊拉克 然后我们把伊拉克 那个打下来了 把海山抓到了 所以甚至用一根绳子 结束了他这个生命 哦 那个美国就认为 这个世界就应该 就此步入正途 但往往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 美国在做太多的这种 国际干涉的时候 对不对 他往往是一开始 其实是在于就是 他的利益可能是良好的 但是他最后的这个执行力 大有问题 例如其实你看 像他帮那个阿富汗的 反抗军推翻 那个苏联这个入侵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 你看他丢了大量的人力 资源财力 甚至武器进去支持阿富汗的 回教反抗军 回教反抗军把苏联人赶走了 结果变成塔利班了 对不对 你说美国当初 会预料到这个情况的发生吗 他其实绝对是 只是希望 让阿富汗人 自己来治理阿富汗 但是没有想到 结果这些 他支持的这些阿富汗人 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 美国他在这个世界上 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 还是少了一点这种 中国的政治智慧 跟对于这种国际的这种 全局的这种完整思考 下面你刚才提到 跟谁当家有关系啦 跟哪一个党也有关系啦 对啦 因为之前一直有个说法 跟印象建立就是 共和党跟军火商 比较熟一点 好像就是乱年 他们比较有东西可以去卖 这个说法是成立吗 欸 这样讲啊 就是说 当然你说 共和党的总统啊 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资金 或他的支持来源 绝对是他整个军工复合体的一部分 甚至也有人说 美国总统基本上是被军工复合体所绑架的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啊 就是说美国的国防 国防的这个 就是国防系统的这些承包商 对于这种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这个政策 是有很大的这个左右程度 但是 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一点 就是美国这些国防系统承包商 他输出的这个武器 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以美国对于这种 那个世界各界这种武器输出 他某种程度来说 他其实是希望维持一个 区域的一个平衡 就是balance 那他不像某些国家这个输出的这个武器 虽然说金额不高 但是输出的都是什么 那个AK-47步枪啦 然后这个 那种小口径的这种杀伤性的武器 美国卖都是大的东西 战斗机 军舰 或战车等等 他某种程度来讲 这些的武器销售 是会形成一个区域的一个balance 一个区域的平衡 但是真正会让人命 或者说整个动荡 局势动荡不安 死人的 死人死的多的 而是小口径的步枪 子弹 这种东西输出才比较可怕 其实美国有很英明睿智的总统啦 刚刚校尾讲的 还有永康兄你问的 好像有那个pattern 民主党的总统 民主党的总统对于中东和平 兴趣比较高 所以你看卡特总统 大卫营协定 柯林顿总统在的时候 对不对 让这个尾巴之间 能够有再次的握手 再到欧巴马总统时期 好像这共和党总统在位的时候 那有一个共和党的总统 很聪明叫做雷根 雷根在817公报之前 大概一个月的时候 透过李杰明大使 给金国先生六项保证 中间有一条 就是美国不做条人 也就是说 台湾跟中国大陆中间 美国不会在里面扮演角色 叫你们去和谈 或叫你们分 他不干预 而且美国历任政府的政策 对于台湾海峡 都是说 大陆和台湾双方自行去解决 你们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我们没有意见 所以我们算是运气算好的啦 就是美国人他 对如何调和这个5000年文化 特殊DNA的这个大陆和台湾关系 他兴趣还没有那么高 可能他认为他能力不足吧 知青你好 你看 以前他们调过一次很彻底的事 但是不会再调了 我给大家说整理一下 阿拉伯先生会不会在一起 主要原因是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利比亚之外呢 阿尔及利亚 再位20年的总统也被逼宫下台了 那在图尼西亚这边 92岁的总理 也让年轻人出头 他自己也不寻求连任 另外在苏丹的部分 军方罢除了独裁30年的总统 看起来好像 比较常识领导 长期在位的这几位领导人 都陆续离开了位置 有人说这会不会 引发另外一波的阿拉伯之春 我以为你来怎么看这个 继续的状况 会接二连三的苦难的表演 其实这几个国家 我如果记得没错 大概都是网继网路的兴起 让这些年轻人的串联 从过去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我们之前看到 这个或者我们讲的 这个阿拉伯之春 甚至有人提到什么 茉莉花革命一些的 他最后 我记得如果没错 这几个国家的 政府后来会下台 很大的原因就是 年轻人出来示威 也有军方的支持 但是你注意看到 我觉得军方扮演的角色 有点扮成第二线 而不大像是过去 常常军发的头头 都是出来当领导者嘛 我觉得他们这一次 是有点状况是 其实很一定程度的 年轻人的出头 那其实为什么 我会特别讲到 因为我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为了这个事情 他们研究得很窮 所以他们对王金王 如果控告一个加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们不希望 王金王如果串致成为 国力引擎的 要求政治感变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觉得这样的风潮 会是怎么做下去 为什么因为 因为这几个国家在王金王 会讲的事情 那是没办法 所以我一样 所以 这就是